克兰西·凯耶的手很灵巧 这是我孙子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爷爷修理店 因为我被认为是那种什么都能修的人 30年来 凯耶将他的修理技术 运用在马萨诸塞州 霍利约克市的汤姆山燃煤发电厂 霍利约克市是一个艰难度日的老工业城 拥有一个庞大的波多黎哥社区 罗莎·钢萨雷斯希望关闭汤姆山 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变暖 空气污染加剧了该地区的哮喘问题 我个人就是受影响的人之一 因为有一年我住院四五次 这对我影响很大 不仅仅是我社区有很多孩子患有哮喘 这里的哮喘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钢萨雷斯加入了一场运动 要求关闭工厂 净化空气 帮助社区更轻松地呼吸 这意味着工人们将失去工作 我很担心这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 然后突然间悬而未决 这很不好 他说自己在仓库工作了八年后被解雇 这就是为什么他和这场运动要为工厂工人争取公平的待遇 但凯耶说工人们并不买账 他们希望你软着陆和有一个过渡 但是他们手里拿着锯子锯断了你做的树枝 困难早已出现 乔纳森普尔在N级公司工作 后者曾拥有汤姆山 他说老的燃煤电厂已经无法参与竞争 工用事业正在从石化燃料转向天然气和更多可再生能源 所以纯粹从成本角度来看 再运营这家工厂是没有意义的 N级公司终止了业务 但是过了不久 这是新银根蓝最早的太阳能和储存项目之一 我们相信它仍然是最大的之一 我认为你现在看到的是电力的未来 当我发现这种太阳能电池板时 我很惊讶但真的很高兴 从肮脏的煤炭到清洁太阳能 这正是这场运动的目标 杠萨雷斯说他的哮喘好多了 汤姆山关闭时有28名工人 低于其鼎盛时期的80名 一些员工退休了 凯耶说找到其他工作的十几个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 福利也减少了 对于很多曾经赚大钱的人 以及一些高技能的人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觉醒 至于凯耶 他创办了一家处于扩张中的泳池安装公司 他说变化正在发生 我们过去常说煤炭为往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认为总而言之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就在燃煤电厂关闭之际 麻萨驻塞州增加了清洁能源就业岗位 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种转变是痛苦的 但经济学家表示赢家多于输家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从麻州 获利约克发来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